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阴间神探 作者盗门老九 演播紫金 精彩继续 看着这具尸体 我得出一个结论 这场命案里死的总共有四个人 在场的人微微有些吃惊 黄小桃用不解的眼神看着我 罗薇薇到底是法医 第一个反应过来说 你该不是想说她怀孕了吧 我指了指死者露出体外的子宫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吗 罗薇薇戴着口罩 看不清表情 但从她的眼神我能看出来 她正摆出一个十分不屑的模样 显而易见 我看你是在信狗撕黄 你连解剖都没有做 就妄下结论 最起码要做一下分泌物的化验 法医是科学 科学可不是靠猜的 罗小姐 你有多依赖遗气啊 喜冤极路记载 怀胎一月如白露 二月如桃花 三月男女分 从这子宫上桃花瓣形状判断 四者怀孕已经有两个月了 罗薇薇皱着眉头 嘀咕说 我才不信什么喜冤记录 不会是平头百姓看的小说罢了 我笑了 平头百姓看的小说 这法医真会给我扣帽子呀 当下说 你想做什么化验 请便吧 罗薇薇瞪了我一眼 当即拿出一支棉签 取了一些子宫分泌物 拿去横剑科做化验 他前脚刚走 王大力就拿着三件外套进来了 问他 哎 那维女法医怎么气冲冲出去了 哎呀妈呀 当他瞅见铁床上那具 惨不忍睹的尸体时 当即惊叫出来 赶紧把脑袋转过去了 怂 黄小涛嫌弃的说着 我叫王大力帮忙 给我们披上外套 一下感觉暖和了许多 王大力不敢再看尸体 眼睛瞅着别处就说 杨子 你还叫什么东西 我现在出去买 去帮我抓一味药 叫木蝴蝶 再买一瓶亚麻子油 或者是橄榄油 买两口不朽干锅 一大一小 你要炒菜啊 我笑骂他 混蛋 别在尸体面前 说这种话行不行啊 小心晚上睡觉 有什么东西找你去 王大力吓得哆嗦起来 双掌合十 连忙向死者连说几句对不起 然后问我 木蝴蝶是啥玩意儿 药店有卖吗 附近不知道哪里有中药铺子 我吩咐说 木蝴蝶也叫玉蝴蝶 千层纸 用不着中药铺子 你去超市 卖养生茶的地方就能买到 帮我抓四两 你尽管挑好的买 王大力一溜小跑 用着你说 我先走了啊 等一下 我叫住他 然后掀开第二局 第三局尸体上的白北丹 查看了一下 男性死者果然是身手易出 身上多处刀伤 腹部 躺出长长一截肠子 手掌僵硬成全壮 似乎也是生前 死死钻过一把刀 我抓着他的手臂 活动了几下 对于接下来该怎么验 已经胸有成竹 老年女性死者情况稍微没那么惨 她身上玻璃碎片已经被清理干净了 只有一些划伤和扎伤 都不是太深 两个眼窝眼球已经被破坏 周围凝固着黑红的鲜血 看上去就是两个深邃的黑洞一样 我把手掌垫在尸体下面摸了摸 发现致命伤为脊柱断裂和后颅骨破裂 我对王达力说 再买一些裤子上用的松紧带 一根结实的木棍 一些大好缝一针 一块磁铁 几个强力粘胶挂钩 好嘞 王达力答应一声去了 我回到第一具尸体前 黄小桃歪着脑袋研究死者的子宫 就说 松阳 你怎么看出来他怀孕的 什么二月四桃花呀 这有什么科学道理在里面吗 我把手一指 你数数这个桃花有几半 黄小桃说 五半 什么颜色 粉红色 后面是不是有一根若隐若现的花镜 黄小桃仔细一看 诶 真的呀 我解释说 子宫上面浮现出的这个桃花形状 其实啊 是一个婴儿的雏形 五半正是他的四肢和脑袋 那根花镜便是期待 黄小桃恍然大悟 唏嘘说 太残忍了 两个月大的婴儿 就这样跟妈妈一起命负黄泉了 我叹了口气 是 还好只有两个月 这世婴儿还不能算是一个人 如果到了五月金谷城的时候 才真正算得上是一尸两命啊 而且那种死者怨气极重 掩饰之后 五座必须用爱业在自己身上反复熏考 否则会把未能投胎的婴儿怨气带出来 如果家里有孕妇 必会被殃及到 生下怪异的化生婴 这种化生婴往往都是四手四脚 或者拥有两个脑袋 那不是连体婴 而是医学上所说的婴合体 两副身体婴合在一起 就好像有另外一个婴儿强行戒斧投胎一样 祖宗流传下来的许多禁忌 背后都有其深意 虽然他们渐渐形成一种 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仪式 但爷爷当年教导我说 切不可把他们单纯理解成封建迷信 否则必会遭殃 这类禁忌 我一般都会牢牢磕首 我叫王元朝 把手提袋里的听古墓递给我 我接过听古墓 注意听了一遍四折古音 判断死亡时间为四十小时左右 虽然死亡报告上写得很清楚 但必要的流程 我还是要走一遍的 以防有什么遗漏 这之后 罗薇薇走了进来 手里拿着一份报告 我问他 怀疑结果出来了吗 他吞吞吐吐地说 我承认 这次让您忙对了 孙者确实怀孕两个月 周围围观的警察们 发出一阵窃窃私语声 看我的眼神 也变得和之前有些不同了 蒙对了 真可笑 我说 那我再蒙对一件事情 死亡顺序是 丈夫杀了母亲 然后杀了妻子 最后 丈夫自杀 罗薇薇哼了一声 宋顾问 你是在开玩笑吗 丈夫平日里明明很孝顺 怎么可能杀母亲 哪怕当时 她处在精神失常状态下 我回敬她 罗小姐 你的法医资格证是买来的吗 验尸 还有考虑死者之间的亲情啊 罗薇薇眼神变得有些尴尬 尖着嗓子说 口述无凭 有本事 证明给我看呢 我对王元潮说 王叔 帮我去横剑科 取一台紫外线登过来 王元潮答应一声去了 我拿起男性死者的左手 在指腹上轻轻地挤压了几下 指尖处顿时冒出一些性小的东西来 以我的眼力自然看得清楚 但其他人就看不见了 王元潮取出一部紫外线登过来 黄小桃打趣说 真新鲜哪 现在连你也用上先进仪器了 我笑的 中西何必吗 武座也是一门古代科学 会根据每个时代实际情况 发生一些变化 就拿紫外线灯来说吧 古人也有用紫外线演示 但是当年技术水平低 想得到紫外线是很费劲的 要把尸体搬到太阳下面 再用涂了特殊药水的纱布过来 滤阳光 现在有这玩意儿就方便多了 我何必舍尽求远呢 我拿着紫外线灯 在死者的手指上扫了一下 紫外线灯能让一些微小物体 清晰显呈现出来 比如毛发皮屑 罗薇薇看清之后 突然瞪大眼睛 脑门上 清出一层冷汗 我冷笑着 妄想他 看见没有 死者手指上 是什么东西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阴间审探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可以关注我的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